為了要測試這個防震的效果 那我通常都會去找上下樓梯的那個效果會比較明顯一點 我待會會走上它的頂樓然後再走下來 我來看一下它的防震效果好不好 在白天我覺得應該是都不錯 這過去實驗TK的結果 GoPro7在白天的防震效果跟那個Sony X3天是不會差太多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跟OSMO比起來效果如何 OSMO的設定方式我是設定在FPV 也就是第一人稱的模式下 這樣子測試的標準會比較跟GoPro7比較接近一點 那我們再來開始測試吧 第一段我打算是用慢慢走的方式到二樓 二樓到三樓的部分我用快跑一步並兩步的方式快速上下樓梯 這家是二樓到三樓的部分以及三樓到四樓 我打算用快速的方式兩步並一步走 Go 我現在是兩步並一步走 增加它的位移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個比較有趣的測試方法 我打算原地用我打算原地跳小跳步幾下來測試一下這兩盒相機的方式這個效果如何 當然我覺得這樣子比較是對GoPro7是非常不公平的一個測試 不過這也是來測試OSMO在原地跳一下的一個穩定度的表現 那原地跳個幾下先小跳躍再比較帶步一點的跳躍我們來試看看 好預備開始 這是小跳躍 那接下來我來做個比較大幅度的跳躍 來比較一下GoPro跟OSMO OSMO的防守陣效果 接下來是比較大的跳躍 我們來試看看 一二三 嘿 我為什麼拿穩一點點 我為什麼他沒有 我為什麼拿穩一點點 我們再來做幾個大跳躍 幾個大跳躍 接下來是幾個小跳躍 好調整一下我的GoPro 好這樣子比較當然是對GoPro非常不公平 不過這個我也只是想測試一下 在大幅的一些身體震動上 OSMO能夠做到多少的 複長 像剛剛我連續做了幾個小跳躍跟大跳躍 如果回去看結果發現 大跳躍都還獲得一個穩定的畫質的話 那OSMO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神聖紀錄用的東西 好這一段我是模擬一下一般下樓梯的視角跟視線方向 所以說OSMO Party是採用FPV的視野模式 本來我也想說下樓梯要不要用高速度下樓梯的方法 後來我想想下樓梯還是 還是佔照一般下樓梯的速度幅度 這樣測試會比較實用一點點 不然每一人經常在高速跑下樓梯 這樣測試也不見得是有個參考價值 所以我就是以一個 一般我在下樓梯的步伐速度來做一個測試 這也是一般做影片使用者 在多數的影片應用上的用途 好我已經下完樓梯了 那接下來我們入行段邊走路邊拍的場合 給大家參考 開拍的到差だけ就像你一般 我幫你拍的一下 好可怕 對 我在這次開拍的 我找到這次開拍的 是嗎 好可怕 厚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